欢迎收看汉天卫视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志同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200多个国家蔓延 新增病例数字 死亡人数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令人触目惊心 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截至到结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650万8718人 死亡人数为19万4836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747908人 死亡人数为13992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2816万9258人 死亡人数为910302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结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24万9859人 死亡总人数为6090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哈布尔1177人 阿克里亚458人 阿汪提4152人 孟吹帕尔915人 罗斯米788人 三盖布六百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50190人 死亡人数为1065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41324人 死亡人数为721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54735人 死亡人数为1085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情新闻 新冠病毒大流行 仍在继续蔓延 周三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了90万 确诊病例超过2770万 美国仍是全球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死亡人数超19万 确诊病例超630万 巴西死亡人数位列第二超12.7万 印度紧随其后近7.4万人死亡 目前印度报告新增90802例确诊病例 创单日最新增幅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0万 超过巴西的410万例 成为全球确诊病例第二高的国家 疫情中心转向印度 这个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尚未出现疫情见顶的迹象 按照印度目前的疫情爆发峰值 印度最终单日新增10万例 是最具备可能性的 对于印度来说 对于印度来说 新冠疫情如此严重 印度政府却率领印度人民把焦点转移了 目前印度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于中国的冲突 甚至已经认为这件事情比对疫情更加重要 由于墨西哥密鲁哥伦比亚智利和国瓦多尔的死亡人数很高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中美洲仍占一半以上 全球平均每天有超过5600人死予新冠肺炎 在过去的几天里 美国平均单日新增新冠病例徘徊在3.5万例左右 安东尼福奇博士最近称这个数字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福奇还多次强调 如果美国不能在秋季之前将单日新增感染人数下降到1万以下 美国可能会出现巨大的感染高峰 于这一观点相呼应的是 美国有大量的医生和传染病专家指出 由于天气寒冷和流感季的到来 美国可能会在10月份出现新病例的激增 欧洲疫情则出现了复燃趋势 荷兰葡萄牙均报告了4月以来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高 自8月中旬以来 英国17到11岁人群中的确诊病例急速攀升 英国首相约翰逊9月9日宣布收紧限制措施 英格兰地区禁止超过6人聚会以控制疫情 避免实施下一波全面禁足令 德国政府同日宣布将针对欧洲以外国家的旅行警告延长至9月30日 捷克将要求人们从9月10日起在室内戴口罩 理由是该国疫情出现恶化 目前捷克累计确诊病例近3万例 俄罗斯卫生部首席流行病学家布里克日前也表示 随着休假人员返港学校开学 俄罗斯的新冠患者占总人口比例在9月份会上升 但不会再出现春季那样的疫情爆发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疫苗之一 由于一名新冠疫苗实验参与者生病后 该疫苗的临床实验已经暂停 但是有科学家表示 疫苗与这名参与者的疾病之间可能没有联系 这要公司阿斯利康周三宣布暂停实验 原因是一名英国的疫苗实验参与者生病了 根据报道是罹患了脊髓炎 这名参与者有望恢复健康 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被认为是全世界几十种疫苗中最有希望的疫苗之一 该疫苗经过成功的早期实验后 最近几周进入了三期测试 参与者包括美国英国巴西和南非的三万名志愿者人员 科学家强调 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参与者的疾病与接受疫苗有关 雷丁大学免疫学专家亚历山大爱德华兹博士说 大批的人正在接受疫苗接种 当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 某些参与者偶尔会出现健康问题 我认为通常看到这些事情发生这是正常的 接下来关键的是暂停实验并进行 更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正在进行中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 英国卫生大臣试图向公众保证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说 尽管我们显然都被迫希望这个疫苗成功 但这样做显示了我们对疫苗安全性的重视程度 这个星期美国和欧洲的9个国家领先疫苗开发商表示了 保证其疫苗安全标准的承诺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神速行动 投入近10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加速疫苗的研发 预计明年1月完成 美国疾病防治与控制中心已经通知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 在10月之前准备疫苗接种计划 全球范围内至少有7种疫苗正在接受上千万人参与者的第三期实验 爱德华兹博士说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因为它取决于被感染的人数 并且它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 而且在不同的地区 你知道任何一周的病例数 每周的数目都是不同的 即使疫苗获得批准 科学家表示 推出疫苗仍需要时间 爱德华兹博士说 我们需要制造大量的疫苗 我们需要将其填充剂到小瓶子中 然后我们需要分发疫苗 再之后要计划怎样实施疫苗接种 迄今为止 仅一种疫苗获得批准 那是俄罗斯的卫星5 疫苗 俄罗斯政府表示将从10月开始在俄罗斯人口中推广 由于该疫苗尚未进入三期临床实验 专家对这种疫苗的安全性提出了担忧 周三9月9日中国制药巨头国药集团开始对20多人进行实验 其长期目标是为18岁到75岁之间的6000人接种疫苗 注射剂共三种 分别是来自中国武汉的病毒株 北京的病毒株 或盐水安慰剂 参与者将被注射其中一种 据美联社报道 秘鲁政府正在和6个实验室进行谈判 以确定购买疫苗的最佳途径 秘鲁是拉丁美洲受冠状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有69万6千多例新冠肺炎和3万多例人死亡 迄今为止 国药集团已经为3万名志愿者接种了疫苗 另外有1万参与者在巴林和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 接种了两种疫苗 在摩洛哥和阿根廷进行其他测试也在计划之中 即7月宣布欧美隐私盾牌协定失效后 在商业数据的个人数据跨大西洋传播隐私问题上 爱尔兰正式向美国科技企业打响了第一枪 8月下旬开始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DPC展开了对脸书Facebook 把欧洲用户数据传回美国的调查 DPC要求脸书分离出从欧洲用户收集的大部分数据 或暂停完全停止为欧洲用户提供服务 为此脸书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设计服务 否则将面临更多的年收入4%的罚款 即28亿美元 脸书9日回应称 企业需要明确全球安全规则 并以坚实的法律为基础 来保护长期稳定的跨境数据流动 DPC此举是基于欧洲法院今年7月 关于欧美隐私盾牌失效的判定 欧美隐私盾牌规定 用于商业目的的个人数据 从欧洲传输到美国后 将享受与欧盟境内同样的数据保护标准 但是 基斯诺东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开展大规模监听活动 奥地利互联网信息安全领域活动人士 施雷姆斯起诉脸书等事件后 欧盟改变了在数据传输隐私问题上的态度 今年7月欧洲法院认为 美国的数据保护未能达到欧盟标准 并担心美国对身处欧洲的用户实施监控 裁定欧美隐私盾牌失效 欧洲法院表示 美国的国内法认定 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和执法等方面的要求 具有优先性 可能访问有关数据 因此不满足有关数据 在美国受到与欧盟基本等同保护的标准 在对脸书下达命令后 爱尔兰政府还表态称 下一步将通知欧盟各成员国获采取共同行动 DPC要求脸书9月中旬之前对这一命令做出回应 在考虑回应后 DPC将根据欧盟隐私法的合作条款 向欧盟其他26个国家的隐私监管机构提交一份新的命令草案 以获得联合批准 欧盟委员会表示 已经和美国官员开始谈判 希望建立一种符合欧洲法院要求的新方式 并准备更新标准合同条款